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得虎头虎脑的 很可爱 他聪明伶俐 今年才八岁 正上小学三年级 问中李双娇还说到 儿子性格有些软弱 脂粉气较重 缺乏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有时在学校还难免受孩子们的欺负 文章的标题为 家教的关键是塑造孩子的性格 自己的儿子酿成如此的错误 我们现在来反思一下 李老师是不是在教育孩子的方面还是有些欠缺呢 有苦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